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队进攻流畅 米兰开局就以9比12落后 最终以7分劣势先输一局 第二局 米兰依然未能找到好状态 好在局末靠着石川佑西的发球逆转了佩卢甲 后两局 石川佑西越战越战 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这场比赛 石川佑西可谓是米兰能够闯入四强的大功臣 第二局 他的两次强而稳的大力跳发瞬间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后两局 石川佑西不仅一传稳健 进攻也是频频得分 从前排轰到了后排 佩卢甲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石川佑西是亚洲南排的一哥 虽然身高不高 但靠着全面的技术已经在一甲赛场站稳了脚跟 根据技术统计 石川佑西41扣15中 还有三个发球得分 拿到全队最高的18分 且还接了13个一传 一传到位率54% 如此高效的到位率 也保证了全队的攻防流畅度 本场比赛的最后一球 就是由石川佑西扣中 当时 米兰四号位进攻被佩卢甲南排放起 但防守质量不高 只能轻推过往 米兰随机组织了一个前后排配合的后三 由石川佑西在后三位置发动进攻 只见石川如闪电般窜出扣中了此球 粉碎了对手的四强梦 赛后 巴西媒体用石川闪耀来形容这场比赛 当球落地时 佩卢甲的主帅还一脸不可思议 对这个球提出了彩线挑战 可惜通过阴眼回放 石川又吸的扣球非常的干净和利落 常规赛冠军佩卢甲被米兰淘汰后 不仅间无缘联散四强 还丢掉了明年参加欧冠的资格 就连参加欧联杯的资格也随之丧失 只能和9比12名的胜者争夺唯一的欧挑杯资格 队员得分 石川又吸18分 梅尔加雷约14分 洛塞尔10分 帕特里10分 佩卢贾赫雷拉20分 赛美纽克15分 普罗特尼茨基8分 弗拉维奥8分 詹内利4分 莱昂3分 卢索3分 索莱2分 米兰半决赛的对手是奇维塔诺瓦 另一场半决赛将在皮亚琴茶和特伦蒂诺之间展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